我们一拿发言人去骂这个陈英柱是赌盘组头 结果呢 竟然又被爆料说 原来这个发言人群的这些发言人 竟然也到这个澳门去接受陈英柱的招待 到澳门去逍遥快乐 哇 这个意味反差太大了 所以戏剧张力十足 但是这件事情到底真实性怎么样 我们今天也要更加的来探个究竟 在这个被林瑞涂议员所说的 梁文杰跟郑文灿这两位发言人当中的一个 郑文灿 他今天第一次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那么在这个访问当中 他也第一次很清楚地说明了 他的澳门之行的一些的细节 所以我们也可以跟阿图议员讲的 来对照一下 叶总会专访明哪发言人郑文灿 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你认识秦祥玉吗 认识陈英柱吗 秦祥玉就是说 阿图议员说秦祥玉是跟着 跟着这个郑文灿和梁文杰去 或者带带 带着他们去 去澳门赌博的人 对 那认识吗 他认识秦不认识陈 那跟秦祥玉的关系是什么 他说是朋友的朋友 仅止于认识 没有接受过他的招待 那有没有跟他一起去过澳门呢 那没有 今年去澳门几次 没有的事就是没有 为什么都要找我来说要提证据呢 爆料的人来讲啊 爆料的人提证据啊 去澳门拜访的商界 有人是谁呢 我去见什么人 不需要一一跟你们报备 好 那去澳门有没有见大陆官员 没有 也完全没有见任何政治相关的人士 不要没有证据开始编故事 那澳门之旅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他说我纯粹就是跟朋友跟老婆去玩 没有接受过陈或者是秦的招待 邱玉说我去威尼斯人贵宾厅接受招待 全部都不是事实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不赌 邱玲的爆料都是是谁讲的 我都调查的一清二楚 李先生蔡先生都是在鬼扯 编故事抹黑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没有告诉我们李先生跟蔡先生是谁 所以阿土你的 你是李先生或蔡先生告诉你的 对不对 因为他都去查了 没有啊 我这个也是除了李先生还有蔡先生 还有一个陈先生告诉我的 我加一个陈先生 所以你确定有李先生有蔡先生 不是啊 李先生蔡先生都有啊 我还有一个陈先生他怎么不讲 他怎么不讲 这个我跟你讲 他有没有去澳门 他起初说他没有去 但是我来公布他们去澳门的一些的 一些的基地 细节吗 我不是在讲色情 我们今天我们是新闻叶总会 我就要讲叶总会的故事 什么叫叶总会 看着鬼啊 钱翔玉啊 他是坐牢师来自的 这是全部如果你认识 他坐牢师来自的车子 一部车子三十千万 他上酒店有一个习惯 我问一下郑文燦跟那个梁文杰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他一个习惯都是扯女人的裤袋 扯一件给他五万块 老位 他到威尼斯人的总统套网那边 他有附属那个 你是说秦是吗 秦翔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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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好 他秦翔玉他到那个总统套网他都有余泳石 他一次他就跟那个妈妈长叫说 我要八国联军来 什么叫八国联军 你说他在澳门的时候吗 对对八国联军 每个女人脱光光跳进游泳池 一个花一碗给他 这个报纸有写我们谈论的 那时候我请问一下 郑文燦梁文杰 你是不是在旁边 我们是有证据的 譬如他到澳门 他到澳门他见什么官员 跟梁文杰见什么官员 见大陆的吗 见大陆的 你们不是在批评人家说和平协议是卖台 国民党在卖台 那我请问一下 郑文姐 你们有没有去见 在厦门见中央国台办副主任孙雅夫 这是7月29号的事 来 这个孙雅夫叫做怎样 长相是这样 你应该要记住人家 你不要把你以前陈松山 阿扁办公室的主任 如果提拔你 你也顺便把人家批掉 陈松山 再来喔 你有没有在澳门 来 见谁 中联办台湾事务部部长刘刚琪 说这很大喔 再来副部长唐建 再来是海协会澳门办事处主任张晓布 再来副主任袁竹德 有没有 你是说这是分不同的时间 对对对 不同的时间 来我就一次次讲嘛 再来你们在北京见唐树辈 那唐树辈青年来台湾 青年四五月来台湾 你跟洪其昌去跟人家见面 你们跟人家讲什么话 你们跟他讲什么话 人家没有派你的行程 你们怎么去也要插着跟人家见面 这个更重要一点 我还可以证明你去外面讲什么 台独是骗人的啦 只是偏偏老八岁 我们岛头岛出来了 我台湾我就这样 我就讲什么 梁文杰 郑文杉 要不要我讲郑文杉的故事 去跟老共见面 官员见面的时候 对 他们讲说台独是一种骗人的假象 只不过是一种选战的议题 造成台湾民众会恐慌 大陆以后 他们就会集结起来 投我们民进党 我们就是这样拿到政权 你说从头自尾 蔡英文敢讲一句台湾国吗 但是这个事情是 梁文杰他们是因为蔡英文而派去的 还是他们自己跑去 不是 现在我们也不要讲那么清楚 到底谁派他去的 你怎么有办法见那么大的官 你那问题是何的 也许我自己想要打点关系啊 对不对 就做过你们本来 唐素贝 要见唐素贝 要见那时候的刘刚琪 你那么那么简单啊 我们那时候整个官员的城市 民进党接触的官员城市 就是只有梁文杰这道理 他到底 他到底带了什么信件去找人家 带了找人家 这到时候人家会丢出来 这都是有历史上的一个照片 到时候我把照片丢出来 你们再慢慢看 怎么叫做这些 我看民进党的这些老钱 谁排 谁安排的 谁安排 谁安排啊 这个谁安排我现在怎么能够讲呢 我现在我怎么能够讲呢 对不对 我已经讲到一个陈先生了嘛 陈映柱那边有关吗 我讲一个陈先生的嘛 陈先生 你既然你会说 我都会调查一千二处 李先生 蔡先生都是在鬼扯 那蔡先生是谁 我讲名字出来好了啦 这是蔡孟勋 这是管江西的 我以前 我不是在我们节目讲这段故事吗 一周端被人家怎么设计 李先生呢 李先生先保护一下 先保护一下 还有一个后面有一个闲的 有一个什么闲的 那你可以说一下 跟你说一下 故意的是台湾人吗 我说对面的很高丽啊 对啊对面的 不能来当称臣 也不能来当被告啊 不是不是不是 李先生跟蔡先生都是台湾人 都是台湾人 好 我要加一个陈先生 应该他知道 我在讲陈先生是谁的嘛 陈先生那么就陈吟柱了嘛 除了陈吟柱以外 就是谁的 我没讲他是陈吟柱先生 对吗 杨文杰 郑文燦他们去澳门是 专门去被陈吟柱接待 还是因为他们被 不是啊 他们分台很多次 被他们的主席 他们有去玩的 是被主席派去 不是 有去玩的 有去办公的 都是陈吟柱安排的吗 不 我没这样讲 我没这样讲 慢慢来嘛 这个意思抖出来 我说有去玩的是 一个秦强玉带来去 秦强玉是谁 是福建福基金会的董事 那为什么他能担任董事 因为他那种发起的方式 太过加强 陈吟柱陈先生跟他讲一下 低调一点低调 做做善事啊 他是陈吟柱的合伙人 没有没有 陈吟柱带出来的 他带出来的 所以也是他基金会的董事嘛 对对对 所以认得秦强玉 说我不认得陈吟柱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啊 不可能 因为秦强玉的人 他就是很喜欢电 很喜欢电 他一定知道陈吟柱 跟陈吟柱的关系啊 就算不认得他也知道关系 不是啊 那个 如果今天我们讲讲 那秦强玉所花的钱 都是陈吟柱支持的吗 他们都是他支持的 因为秦强玉在他的厅啊 在澳门的厅 输了非常多钱 就最少几十亿以上 这里面其实今天 郑文赛所讲的话里面 有一点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 我都知道是谁讲的 我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任何头绪 你连要去找是谁 他们讲的恐怕 都有点问题 你知道吗 如果说不认识陈吟柱 他怎么认识姓李的 跟姓蔡的呢 所以如果是姓李跟姓蔡 他去调查的话 就知道他一定是 陈吟柱的系统 如果说你不认识陈吟柱 你也不可能说 你不认识姓李跟姓蔡 跟认识秦强玉 你如果认识这三个人 一定会认识陈吟柱 好所以阿卓兄弟讲的是说 郑文燦应该不在那个 还去跟大陆官员见面的名单里面吧 这是别事 这个就没有 这只有梁文杰是不是 对对梁文杰 就只有梁文杰 那郑文杰你不问他们 他有去澳门啊 那个是完的部分 但是也有去办事情的部分 因为我还没有开始要讲 这边我还是他的档案这么多啊 你要叫我怎么慢慢 我总是要慢慢讲啊 你的这个是属于梁文杰的档案吗 我今天我也拿到 我也把你家公布一下 这在外双溪啊 你家好大啊 郑文燦的家 你家好大啊 郑文燦的家 对啊 郑文燦的家 登记他的岳葬名字啊 林陶松啊 他老婆以前叫做 这一栋都是哦 林陶松啊 有这么大的方式 外双溪耶 这一大栋都是哦 对啊 外双溪耶 好有钱哦 好有钱哦 有钱 去香港 就算你说有去跟大陆官员见面 你把名字都讲出来了 但是 他是受什么人之脱去 还是他自己要去 这又在讲嘛 你今天这一次讲出来 都已经要熄灯了 我已经讲到这样子的地步了 你好像在说书哦 然后就要回家明天 下回分解